因此这样一来的话 当时中美是处在一种敌对的这种状态下 特别是50年爆发了这个朝鲜战争 中美两国晕呼呼的在朝鲜就撞上了 我们想当然的认为 美国进攻完北朝鲜就会进攻中国 特别是这个北朝鲜挨着中国的东北 东北是中国唯一的重工业地区 以前没有 日本维满洲国统治这十几年 东北有重工业 别的地方都没有 然后就上海 上海是轻工业 如果东北一丢 中国就甭搞建设 所有的重工业都在东北 一丢都没法搞建设了 因此我们应朝鲜政府的要求抗美援朝 所以我们认为美国打完了朝鲜就会打中国 今天美国外交部的国务院的所有的文件 传言战争时代的外交文件解密 你看人没这打算 美国又不傻 小日本打中国什么下场他也看见了 美国最擅长的是海空作战 最不擅长的就是地面战斗 你说他小日本在中国长得根本一模样都打不过我们 来一帮懒眼的大鼻子 又不会说汉语 你进来干什么呀 你打中国你有多少地面部队够使啊 你进来一百万人撒到中国找着着吗 是吧 所以这个这个美国他就没不会说 我出直接出兵去进攻中国 这不可能 这个不可能 而美国人想当然的认为什么呢 就是如果朝鲜沦陷 中共就会进攻日本 就会进攻这个东南亚 甚至在夏威夷登陆 美国当时太高抬我们了 我们甭说在夏威夷登陆没这个条件 在海南岛都没这个条件 是吧 但是这个这个就是哎 就美国就是他就这么一种多米诺骨牌理论嘛 倒了一块花后边怎么样 全倒了 所以中美两国在这个朝鲜这个地方迎头相撞 打了三年 这个这个这个两年多 拼了两年多 是吧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这仇就越来越大 仇一大 就逼得中国就没有选择 只能倒向了谁呢 苏联 整党要苏联 所以这个 任天马辉 时间是在1954年 1954年 这个是新中国 也就是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一次以五大国身份登上世界舞台 第一次以五大国身份 因为这个日内马会议是要讨论在朝鲜越南停战的问题 这点没中国打得起来吗 是吧 所以要停战没有中国行吗 是吧 这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建国就在南线北线同时进行的两场对外战争 就是抗美援朝抗法援越 同时在进行 只不过因为抗美援朝是咱是直接出兵 抗法援越是出钱出枪出顾问 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顾问 在越南人民军一直配到营一级 他营一级就有解放军的顾问 越南人民军所有的作战行动 如果没有解放军顾问批准是不能执行的 最后必须的报道解放军顾问 我们一看你能这么干才行 因为你不会打仗 我教你 我教你 所以五四年电边府战役 亲越法军主力被消灭 法国人打不下去了 打不下去了 所以这个就准备在越南停火 停火之后的越南呢 以北纬十七度线为界 就形成了北约和南约两个国家 朝鲜也是北韩南韩两个国家 都是北边的是共产党 南边的是美国的 所以你要讨论在这个地方停战 没有中国的参与是不可能的 美国虽然百般阻挠 中国还是出席了这个会议 当时代表团团长就是这个周恩来 因为周恩来在中华人民国国成立之后 是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所以基本上这事都是他出席 那么当时美国很恼火 他也没有办法 他很恼火 这个日内瓦会议等于是 中国打破了美国的外交封锁 所以刚才能说 这个数 大国外交 这个是什么外交 周边 这个呢 还是大国 世界 中国第一次与世界五大国身份出席吗 还是大国 然后就是第四点 1955年的万龙会议 1955年的万龙会议 这个1955年的万龙会议呢 这个是其实属于发展中国家外交 那就属于这个第三个环节 发展中国国家外交 这个是万龙会议 它是 大家学过吧 学过这个支点吧 就是实际上是这个亚非新独立的国家 在印尼的万龙召开了这么一个会议 一共29个国家 这实际上呢 很难得 因为这是等于是这个世界近代历史上第一次没有西方国家参加的国际会议 或者说没有由西方主导的国际会议 所以本来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个会议上亮相 咱们是很想这个宣传宣传我们自己 结果没有到这个会议一开 就开成了对中国的批判会 因为就我们的意识形态跟这些国家不一样 对吧 你比如当时这个骂中国骂的最厉害的就是沙特阿拉伯 泰国和菲律宾 这三国家骂中国骂的最厉害 因为这个他说骂咱中国就是没有人权了 没有宗教信仰自由了 等等等等 所以当时中国代表团成员摩拳擦掌上去跟人理论一番 周恩来就给摁住了 周恩来就说下午四点才轮到中国代表发言 他就现构思的发言稿 然后上去之后几句话就把大家给说老实了 因为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什么原则呢 求同存异的原则 中国代表团到这里来是来求团结的 不是来吵架的 我们是来求同的不是来利益的 这翻译一说完底下就不说话了 因为我告诉你我不是来干嘛的 不是来打架的 你还跟底下嘚嘚嘚嘚嘚嘚嘚 这一点让人非我弱 你遇到特别没素质的人 一张嘴 他就是要把你们家女性成员 怎么着怎么着那种人 怎么着怎么着那种人 你遇到这种人 最好的办法就是沉默 体现你的高贵 他不配跟你说话 真的他不配跟你说话 体现你的高贵 你如果 首先说你是骂不过他的 其次你要能骂过他 你还是人吗 你还是人吗 五十年代中国外交 主要是这么几年大事 主要是这么几年大事